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可能我懒得去包装 我也懒得去跟你说 因为我很有实力啊 我不用讲啊对不对 但是一个没有实力的人 他天天得想着说怎么样包装自己 把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发声 都讲得自己很牛很厉害 但是你要知道 真正咬人的狗是不叫的 对 认得说这点太好了 对所以我来分享 但是虽然我们非常有实力 但是我们要知道 对方的优势就是对方很会宣传 这一点也是我们要 为什么要打媒体战嘛 就是郭先生提到的媒体就是核导弹 比现在发个原子弹更有效嘛 因为现在整个的社交媒体 这个网络这么的发达 所以包括以前我在韩国也有参加 包括韩国工厂的六四的活动等等 我在线下都有参加过 我会觉得虽然我们每个站在前线的战友 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们只能传播这么一小小块地方 这个小的一个地区 可能只有来往的路人看到 而且很多路人可能看了也就看了 可能就这么走了 但我觉得说我们可以利用起来 就是线上跟线下结合 为什么呢 因为从通过线上 让我们这种直播的形式传播出去 你是可以传播给亿万的战友 而且我们背后有无数的战友 在帮我们分享转载 点赞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爆发出来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而当然前提是有你们前线 这些辛苦的战友站在前线去抗议 我们才有这样的画面才可以传播给全世界 哪怕给中国人或给美国人看到 我们一直在讲真相 我们希望Wake up the America 希望美国人能够知道 你们自己的养老金已经被偷了 而且现在中共想利用自己 快制造一个更大的金融危机来击垮美国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形式 然后更好的传播 我们在做直播 去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然后一起take down the CCP